大家好,欢迎来到悦耳频道 听一首老歌,讲一段故事,品百味人生 你是否曾在某个寂静的夜晚,站在窗外,凝望着心爱的那个人,却不知该如何诉说心中的情感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正是关于这样一份无法忘怀的爱 这段情感不仅成就了一首经典歌曲,也成就了一位歌手心中最深的回忆 窗外的创作灵感,源于李琛的一段真实而深刻的情感经历 在她的家乡西安,李琛认识了一个女孩 女孩经常到她家里补习功课,一来二往,两人逐渐熟络起来 李琛对她心生情愫,但因为自己身体的残疾,她一度陷入深深的自卑与懊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发现,原来女孩也悄悄爱上了她 于是,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一段甜蜜的恋爱时光 后来,李琛也渴望像正常人一样,为自己的理想打拼一番 她和女孩商量后,决定去往北京发展,追寻属于她们的未来 但正是因为这个决定,两人的关系却逐渐疏远 异地的生活,稀疏的沟通,让她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彼此变得越来越陌生 最终,她们无奈地选择了分开 过年后的一次偶然,李琛与音乐人牛朝阳聊起了这段故事 牛朝阳听后,灵感如泉涌,没过多久 她便创作出了那首火遍全国的歌曲《窗外》 每当回味这首歌,李琛都会惊觉 原来每个人心里的故事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 电影有开头,也有羡慕,更有遗憾 往事不必再提,就让一切随风而逝 毕竟,歌中唱的再情深,也不过是回忆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 假如有一天我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 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这段歌词,或许正是李琛对那段逝去感情的深情告白 也是对青春岁月的一次郑重告别 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是否也曾有过这样一个人 让你在某个窗外,驻足留恋,久久不能忘怀 喜欢这个故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或许某天,这些故事也会成为一首动人的旋律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欢迎点赞并关注我 我会为你分享更多老歌背后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